原來有人曾經出錢 收買多日調查你這件案子的警察 叫他把這件案子以為意外跌倒生死 這件事根本沒什麼查過才見過 你說是不是很可疑? 那兩母女如果是意外死 為什麼要給錢收買警察? 婭婆走得快, 一定有古怪 如果Mandy兩母女不是意外死 而是被人害死 那你的兇手也挺陰森 小女兒也不放棄 你害死這麼多人 我不會被他傷害的導演 我要開動 是, 媳婦 我們似乎從來沒試過這樣吃飯 你呢? 我覺得應該是對我認識不太深 我說多一點我的事給你聽 我一直以來替馬家做了不少的事 他們不方便出面做的事 我可以做 Joe為何這麼快地放出來 我做了事, 他有跟你說嗎 因為做人沒事的 最重要是他對得起天地良心 所以我不轉彎抹角了 好, 說完我, 說你 你之前的報道我全都看過了 你進來馬家之後一舉一動 我全都留意著 你那天幫我來帝做生日 然後就叫他幫你弄一部手機 然後, 你真棒, 這樣也想到 把影片放上去的螢幕 你騙到全世界, 你騙不到我 你隔著這條路, 我知道你想要 你跟Joe出事的那天 之前我給了一份資料給Joe 裡面可以證明你 跟Mandy兩母女的死有關 但之後那份資料不見了 你也沒有提過那份資料 為甚麼 Joe是否你害死了 表哥老爺, 這樣不適合規矩 有件事我放在心裡很久 一直都很想跟別人說 但不知道怎麼說 那你有甚麼就說 我會跟你分擔的 是關於Joe的車禍 有件事我一直瞞著大家 有件事, 為甚麼 當日Joe發生車禍之前 我們在車裡喊一場大吵 吵架? 為了甚麼事? 因為一張照片 一張照片? 你的照片? 是Mandy兩母女跌到山下跌死的照片 Joe認為是我害了他們 那就是說, 你們吵架 是因為Mandy兩母女的死? Joe一口咬定 他覺得他們的死是我間接造成 所以為了這件事在車上吵架上來 他可能分心 那…結果發生車禍 其實也不可以怪你嘛 開車的就是Joe 那你也不想的? 其實吵架也不是甚麼大件事 為甚麼你要隱瞞? 我不想說出來影響 馬家和Joe的聲譽 我明白 你怕這件事被記者說了出去 把Joe的死和Mandy兩母女的死 混在一起說, 搞大它 你最明白我了 其實這件事一直在我身上 我真的很不安心 Croo, 我不是做錯了嗎? 給我罵, 我也不會說 Semi 如果以後再有人拿這件事出來說你 我第一時間站在你隔壁支持你 謝謝你 跟你說出來之後 我心裡舒服了很多 別說我了 對了, 最近我聽聞 你和表靠老爺之間是否有甚麼事 你現在看的是TVBUSA官方頻道 精彩片段每天放送 記得訂閱和按個小鈴鐺 就一定不會錯過了